其实山本云的烧肉这位选手 也是参加我们的CI 其实实力也是很强的嘛 但是我就在想 他到底是叫园子还是叫烧肉 你不是就转他肉园吗 你买他肉园 这边的话他也是 直接一波进攻 没有办法 他这个猪的话 是没有摸到对方的塔 非常非常亏 他只能说用冰卡去防一下嘛 但他这里很不好 是把费用权用掉了 邦武迪这个 邦武迪也是这边想进攻一套 但是而且这两边是拼那个半斤八两 谁都没有打到对方的血 两个人都其实费用是笨无敌 稍微赚一点点 但是山本云的烧肉这边也没什么关系 他把其他猪和火球 又拿在手里是一个很好的 现在是很好的一种情况嘛 是的 这里山本云的烧肉 是他带了两手斩杀 对 这边可以 这边不要浇导弹比较好 浇火球吧 火球还能测到塔 猪加 你可以用 刚才最好用猪加火球 对 去Rush掉 因为这边的话 导弹一定 就是说如果作为斩杀线来说 还是留到后手 但也无伤大雅吧 这边山本园子就是 知道对方 刚才其实已经算是试过一轮了 对方是没有任何的办法去解掉这个猪 他只有用防茅 所以说这个火球 完全可以预判 有任何的问题 他直接浇猪 直接浇火球 他可能要是需要预判的话 就是可能想不想炸到 他的那个采集器什么之类的 他其实就是扔东西猪之后 直接可以往台上扔火球了 对方使用任何单位 都没有办法去挡住这个猪去消耗 所以说他这边还是要赶紧 找到自己的这个卡牌的核心 是的 他这里的话 你要看到他想要是有三个法术的 不一定说一定要把火球 蹭到五飞黄人身上 然后这里的话 其实他这个打法是在上上个版本 是比较合适 用导弹去加采集器 因为采集器当时实在是太长 水量太 水量很高 用打差一费没有关系 但是到现在这个版本 用火球就可以了 对 然后这边可以用猪配合哥布林 以及小伞的一个小伞猪的进攻 你看现在这个 他刚才最好还是要交个小伞 我觉得加小伞可以完美解到一波黄毛 你让加小伞的话 这个塔消耗的现在应该只剩500地鞋 然后这边的话 怎么说这套局 其实我们王他想的 也是最省的一个办法 但他这样其实是也可以 也可以这样打 火球必须交 火球交了以后 其实你看 就是他用别的单位去吃火球 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猪一样能消耗得掉 那就把黄毛先攒起来 但黄毛的话 基本上熟起来也好熟 他其实最好的办法是什么 因为对方是有 那个黄家巨人进攻 后面很有可能会跟我们的单位 用导弹去炸他的黄家巨人 和其他单位是效果很好的一种打法 他这个的话 你看到他 消耗人的烧肉的防守也比较好的 刚刚居然是苗子的塔 然后他在左路放 建筑右路放冰法的情况之下 就是有一个三菲苍蝇的 直接缺了一把小伞 对 这样的话他也是 最后对方的塔之后一滴鞋 直接一个小伞就把他带走了 这一支也是要崩起到 我们的三菲苑的烧肉 拿下了第一支的一个胜利了 对 其实他前面炸采集器 就是没有必要 就直接用火球 或者是用猪加火球进攻 其实他早就把这一箱拿下了 因为他手里拿的是一个猪 猪是配合斩杀的卡牌的话 是很好用的 而且可以把对方打一个措手不及 因为对方经常是要拿一个建筑 出来防你的猪 对吧 然后这个时候你刚好 是预判到对方的一个建筑的话 刚好就是可以 欧掉对方的很多血 这边因为对面的话 对面是有加弹炮的吗 没有加弹炮 没有加弹炮的话 其实我们传统的方法 用黄毛去防的话 火球打是可以的 但是你这边手上 其实是有一个小伞 配合那个 就是哥布林的这样的一些进攻 因为小伞跟火球去打黄毛的 让你对于你猪的进攻来说 其实是相差无误的 只不过的话 转费来说 肯定是用小伞更转一点 因为你这边的话 火球可以来针对到 对方的一个采集器和 它采集器的位置 一直是靠着塔放的嘛 你火球既可以蹭上塔 又可以打到采集器 而不是像那个 就是裸胶一个火箭那样 对 裸胶火箭 就是扔一个就亏一费 扔一个亏一费 对 而且自己是六费的 你在没有双倍时间的情况下 是非常危险的 对 虽然说它这边 就是说能够成功地用这种法术 针对到对面采集 让对面的还家觉得使不出来 但是我们也是为它 想了一套更好的方法嘛 那还是要恭喜这个 三分元的烧肉 第一局是赢了 然后这里是 这两位的新一场的一个对决 还是这个三分元的烧肉 对阵到奔无敌 那这边的话 就是三分元的烧肉 那对面还是带采集器 采集器肯定还是往前放嘛 那你就可以再考虑 那你采集器往前放的话 你的火球就有可能 预判到对方的那个加冬炮 你这样的话 连采集器带加冬炮 一块就炸了 是的 那这样其实是 很不错的一个选择 我这边只用小电子防守 但是它这边这个手不是太顺 用它可以用胳膊鳞下底 哎呀 这火球进去焦了 那这样其实它可以用胳膊鳞 先扔下 后放一点 它就是手上一定要留一手加冬炮 去防对面 对 这个火球焦了以后 那这个猪就被火候消耗掉了 非常非常坏的 还不错 敲了一下 那这边的话只能说是 奔无敌这边 因为下了石头人嘛 对 但是石头人就没法防 因为它现在的话都是小 因为它的小单位去防的话 确实是有点慢 那就看这个钉法了 钉法位置其实很关键 它钉法不如放到就是 靠左边一点 靠更靠河道 更靠河道可以 靠前面 对 更靠前面 然后把前面的那个单位先剪掉 一定要剪掉 只要它的后排嘛 因为后排的话 这张防守建筑的话 是剪得很快的 只要仓硬的话 就可以很好的挡住这一锅 但是这样的话 让皮卡摸到了塔 这个塔也是避掉鼻 再推一下 然后一个爆炸 一个毒药 你可以直接把带走去 它就不用太管 不用去再去 在左路下石头了 对 不用再管这一锅了 那办问题的话 这样的一个毒石套路 可以说是已经 先拿下了一个塔了 已经算是 因为毒药也会很容易 这边是下底株 下底株的话 是要配大散电 你这样的话 其实算是 还好吧 下底株也可以配 那个女武神的前排 就是说让女武神 走那条走过去 那为啥不 女武神下底呢 女武神下底 就是你过卡了嘛 就是过卡情况之下 一般猪下底线 要么过卡 要么配大闪 拿猪跑太快了 所以说它过卡 稍稍有一点问题了 但是你才是没有办法 这套卡组的 这个贴是有问题的 好 这边它 其实它打的几次 应该就是最好是用 因为它对方 知道你有导弹情况下 不可能再把彩机 放到后面 一定是放到前面 你只要把你的火球 准备好 用猪预判对方 那个防御塔的位置 那个什么 加东方的位置嘛 然后你就把它一架 然后你这个猪 再配上个小闪 对对方进行 塔性消耗 你这一套 固定的循环 它就很 所以现在的话 我们的这个 石头飞方的右路 然后左路的话 可以铺一个折 但它这边也是注重了 一个石头加挺高的 一个配色吧 对 这样的话 就直接想去 把这个卡组 直接就是很稳定的代表 我们说这边 三部原则烧肉 没有很好的 去克制它这个打法 为对方 其实它这个套路 就是一个 节奏型的卡组 还是能很好的 去让对方 没有办法去下石头 原则烧肉这边 稍稍打得有点失误吧 没有很好的 抓住自己这样卡组的 一个节奏 那这一局也是要 恭喜到笨无敌 成功扳回了一局 也算是针对对方的 一个火球猪 做了一个 自己卡牌的调整嘛 第一个 第一个是它的话 是使用了一个 更加就是 推进更加厉害的 一个套路 因为它知道 对面猪的话 肯定是原来不断的进攻 然后它这里就打一波 我前妻就给你防守 因为它是你看到 它带了像战龙炮 还有一些三飞苍蝇 一些小单位都可以 包括这个皮卡 这个皮卡 其实可以逻解一个 皮卡加上一个 那个骷髅 可以逻解这个猪的 但对面总是会 在后面更一个兵法 这个卡牌 顺序过来的话 它在不停地赚费 它其实不如 用自己的兵法 去防对方的石头人 防对方的石头人 然后再加上 这个江东炮 可以很好地拖住 甚至是让石头人 的血量就很低很低 然后用猪 和其他单位 去进攻另一路 然后配合自己的火球 和小闪 打一波消耗 这是三粉源自烧肉的一个 其实它是它的一个做法 那我刚刚也是讲了 那个泵无敌的一个做法 它赢的赢在哪里 确实也是非常不错 最关键的是 那个隐藏 帮皮卡隐身了 那一波 确实 那皮卡都 藏在了石头缝里边 藏在石头缝 那确实石头是太大了吧 皮卡在这个石头身上 磕了一个 这个爱 磕了一个枣 是不是 不是 到此一游 到此一游 对 磕了一个枣子 以后再也不会迟到了 砍到对方的塔 是一点问题没有 那很多时候 如果不防对方的这个小皮卡 让他走到塔前的话 那这个致命的伤害 也就是这个塔 就无法挽回了嘛 就是还是那个皮卡魔咒嘛 皮卡魔咒对 皮卡魔咒那个是什么 那个魔咒怎么念来着 就是被皮卡砍到的塔 不是有一个那个 就是魔兽里面的那个诅咒 怎么念 突然想不起来了 算了就快点跳过 跳过去吧 我还真不知道 我就哈呼啦哈了吧 是不是这个东西 就是那种魔咒嘛 那很多时候这个小皮卡 也是配合的这个矿工嘛 对吧 如果是一不小心 就被小皮卡砍了一刀 对吧 也是挺难受的 就是基本上 这种消耗性的卡组 只要被皮卡砍到一刀 你的劣势就已经非常非常大了 对 只要皮卡砍到一刀 里面就喝糖 对 让我们看一下这个 笨无敌和山本源的烧肉的 第三局了 第三局比赛 那这里双双是一个一比一瓶咯 那这里也还是沾粉源自烧肉 要去换一套卡 那这套卡的话 也是用到了 毒药猪的一个 目前天梯第一大毒瘤 也是我昨天狂上600分 当然我这个是3000分 3000分起手的一个号 然后狂上600多分的一个上分卡组 对 其实现在这个卡组 是非常好用嘛 是 容错率比较高 可以好用 对 只要你能把这个卡 很好的过到 不是 这个容错率比较低 一个套路嘛 是 你可以那个什么 你进攻效率就很高 这套卡 是的 但是他刚刚的这个打法 我不太尽 作为一个资深的 是不是毒药猪的玩家 加女武神的玩家 一定刚刚的套路 就是说你不要再叫女武神了 你刚刚就先把那个毒药 扑下来 用火箱单输出 或者是你过了采集 下采集器嘛 或者说你再接一个猪 而不是说一股脑 把这个组合全打出来 他这套的关键 你有了采集器以后 再这么打 是啊 有了采集器打 你这没采集器的话 很容易被对面反退一步 因为对面也是有采集器嘛 而且你这套下去以后 你的毒药 可能要等一会儿 才能用得出来 可能就伤害打不了那么足 但是从结果来看 还算不错 消耗了对方不少血 肯定是不错的 这套毒药 本来其实就是有很大的优势嘛 那这样他为什么选择去防守呢 他应该是再选用骷髅去过卡 然后再选择乱七八糟的东西 去对对方经营消耗 这才是一个他应该做的 那这里还不错吧 用后来保护到这个蔡依林 蔡依林直接换掉 对面的一个皮卡 他生血量 能够转塔一下吗 他就能转两下 哇 好好 主要的话也是 让这边的这个皮脚难受嘛 但是还是很不错的解掉了 但是这个猪 裸奔出去以后 是没有任何东西帮他的 就是很难敲到塔 是的 他刚刚那波吸星防守 再下一个采集器就好 手好痛 再下一个采集器就好了 你看急的是不是 急的就是嘛 我跟你说就防这个 因为我也是打毒药石头过来的 你一定就是说毒药 石头过来的时候 你的那个火枪慢点下 你先下建筑 然后再下那个火枪 因为你建筑被毒药 就没关系 但是火枪一定就不能被毒药 火枪才是解释后的一个关键 那这样的话 还是挺考验 这个山本人烧热 他的这个破卡能力嘛 他现在要是摊一点 可以再下一个采集器 其实石头走得挺慢嘛 无所谓 再下采集 然后用火枪加女神 这个毒药该下还是要下的 他一定要用主要去防守 这个这个女武枪的一个位置 就不是太好 但是还好 后排有一个那个 女武神 能够帮他挡住 屁牌以及裤隆的一个速度 而这个主要也是 没有毒药 有一个火枪手 一般这个时候 你看这个 还好吧 对面有下人手 一般使用一个战功炮 和一个那个火枪手 如果对面跟屁牌 你再放一个女武神 就好了 这般上来的招式 是很好的防住这一拨 而且对方一个反应 比较 张矿失误了 对 比较大的一个失误 所以说也被他直接偷掉 非常不错 那这一局也是要继续恭喜到 这个山粉圆子烧肉 又扳回了一局 看来还是食物 对我们比较有吸引力 对 那今天的选手 基本上都是输一局 赢一局 对吧 说明实力比较均衡 对 旗鼓相当 旗鼓相当的对手 对 而且我就是说 看到了叫毒药 就是他用猪去打毒药石头 那其实有一套套路 就是是石头 加上一个骑士 配兵法 再配散飞苍蝇 那一套其实比较克制猪 就是骑士加皮卡 骑士能够解决掉皮卡 或者是一个这个 就是骑士能解决掉 一个女武神和火枪 任何一个单位 然后而皮卡的话 能够藏在骑士的后面 对这种对面的后排 然后对面后排使不出来 只能裸胶猪 而裸胶猪 我这里还有一个加冬炮 对 其实这个进攻 你这个套路就比较 专门去 专门去为了克制他自己 对 所以我建议大家 玩天梯的时候 不是总遇到那个 这样一个套路吗 就是毒药猪的一个套路吗 其实毒药猪的套路 也比较好克制 你带一个大伞 他一个在进攻 他一个大伞 加一个人 全球截掉了 来看一下我们的两位选手的 第四局对阵了 第四局的话 也是这里 蹦无敌的最后一套卡 对那蹦无敌的这套卡牌 是一个毒胖子组合 毒胖子的还是打毒石比较厉害 但是打毒猪的话 还是容易被带节奏 如果对方把节奏带起来以后 你的这个胖子的话 就比较难受了 其实刚才他使用一个毒石 他其实也算是一个小熊毒石 对他只不过是把那个石头替换成胖子 这胖子就是可以进攻节奏更快 他常常很有可能 出现两个胖子这么打 两个胖子是就是打一波 那个最强的那个double时间 他主要还是虽然下两个胖子 后面单一定要配上 刚刚防守好的那些单位 再配方打一波 那这样的话直接这个毒药 下的位置稍微有点问题 这个毒药没有很好的毒到采集器 它完全可以再往左边下个 下三格到四格 连采集器带加农炮 带火墙一块就毒不上了 但是最后一丝的火墙 会对这个加农炮 造成很好的伤害 所以才能解的掉 让这个猪能打到 对 它能猪能打到 其实他想要保护自己的胖子了 想要保护自己的胖子 不让胖子早点 其实胖子在前期就是一个消耗品 胖子就是他去死的 他就是挨打的 死胖子嘛 是不是 对 死胖子死胖子 就是让他去挨打的 所以说你只要他 就是让他死的慢一点是对的 对吧 还是你让他保住 这就太为难人了 对 还是要看看 你这边的下面怎么调整吧 既然对方的火枪来 你可以火枪先去防一下 对手的女武神 然后小闪电一焦 把它解掉以后 再用皮卡解掉后面的火枪 没有任何问题 皮卡赶紧下呀 这皮卡不下是什么意思 那你这么慢地会消耗 这个卡就要被消耗了吗 对 会消耗很多血量呀 是啊 朋友也不能贪啊 本来早点下皮卡的话 是啊 这一波是很轻松能守得掉 对 你这个 而且在配合那个 而且费用不会耗这么多 而且在配合自己的胖子 就很容易就是一个主要胖子 打这一套 它这边自己有一个很大的失误嘛 对啊 那这里的话 刚刚我们也是看到了 就那个皮卡的位置 应该就是放在那个火枪的脸上 火枪身上 对啊 对啊 而且还不能 还这样的话 还防止自己的皮卡 被对面毒要毒到 就一刀剁死火枪以后 抽完这个猪过来 正好再给猪一刀 是 这样的猪就不可能敲到一刀 敲到塔了 对 但是这里看一下 继续过卡 上面选了一套这个陆海宫 三军接位 上了一套 那这样的话 其实是非常非常强势的一波 那这个 陆陆神也会很快地死亡 那直接过去 对这个塔 已经会造成很高的伤害 那这波火枪 但是呢 没事 基本上有采运器 虽然那边也有吧 但是基本上有毒药挡住了以后 上面是消耗了很多的血量 用毒药消耗掉了 是的 还是毒药立功了嘛 这女武神一直在扛后排的伤害 然后加上一个毒药的一个减速之后 这个火枪就无敌了 火枪又一直在输出这种火牌 让这个火牌无法牵生 那个猪 这个猪也没有办法对这个塔层的伤害 但是有毒药在 还是巨人不要下这么 它其实可以后制巨人 是啊 就巨人到后期不一定说 费用有的时候你就一定要签字 还是续一下 然后再下两个矿子 后制巨人的话 你可以过出来卡再配上毒药打 你现在的话巨人配不上毒药 就比较很好打的情况 对 也是去看一个毒药 然后弯了卡 皮肤的话后排那个火箱就很有敌了 对 速度非常非常爽 那你这边一定要配上巨人 不配上巨人火箱就白死了 他还是选择下那个采集器 那下采集器的话 虽然是把自己的费用弥补一下 但是你现在就必须处在 一种防守的状态了 小闪必须交 然后小闪交的一瞬间 可以赶紧使家弄套 这样它就更好地打 这边皮卡解掉这个猪再来一刀 哎呦 看到了 同时的话刚刚也是一个箭语 直接交出来进行一个水线的 这个牙齿 长血了 三小闪的招也是三比一 带走了这个笨无敌 是 青春无极限就要玩出格了 统一冰红茶